如今退荒山山 爱人如意 却也难舍难 艺术史是天下人 爱人所爱 好人所好 敬人所敬 艺术史的研究 为什么要关注埃及艺术 当然艺术史的研究 要关注到埃及艺术 关注到埃及艺术是必然的 但是如何去关注 反映了我们设置这门课程的初衷 艺术史这门课不是要叙述 艺术史的史实 这样的话过分的庞大 我们不能用这有限的时间 来把它说清楚 我们在这个课程中 是要通过探求超越西方艺术史的方法 来建立世界艺术史的新的可能性 这种新方法的主要切入点 当然就是我们一直在反复提到的 卢浮公遇到紫禁城 这样一部影片中的中国的眼光和现代的立场 研究埃及艺术超出了 要想超出西方艺术史 会有许多的角度 但是我们目前只能贡献这一个角度 希望我们的贡献探索能为世界艺术史发展 带来一点点的启发 中国的眼光和现代的立场 并不是一个专门设置出来的题目 不是为了对抗西方的观念 而是为了艺术史学科的发展 基于更广泛的知识和观念 而建立起一种批判精神 即使艺术史学科已经充分发展 由于起源是出自于西方艺术 所以即使超越了根据希腊和希伯来 基督教艺术的史实形成的历史观 也不足以全部摆脱 对埃及艺术本身的解释的片面性 因此我们还要继续针对 历史上所出现的问题 根据现有的艺术史的情况 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和反省 所以我们才会通过一本教材的框架 和一个关于卢浮宫的纪录片 来进行问题的思索 当然了 纪录片因为具有通俗性的特征 其中许多重大的问题都没有展开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开设 这样的一个专门的课程 来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针对埃及也是一样的情况 埃及在卢浮宫中或者说 在以卢浮宫为代表的西方思想中 是希腊艺术形成的一个起源 能否把埃及作为西方艺术的起源 这是一个问题 关键在于谁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问题 这就涉及到主动误取 埃及并非本来如此 而是在希腊人的眼光中变得如此 埃及在很早的时候就不再是埃及本身 而是被希腊解释了埃及 典型的势力就是斯芬克斯 那是法老的雕像 法老在自己的金字塔前面 权威体现为师生 智慧呈现为自己 却被希腊人误作神话中的一个妖孽 埃及就是这样的被神秘化妖魔化的过程中 变成了希腊艺术的起源 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不遵守 卢浮宫里的西方艺术史的规律 真的可以用其他的眼光来看待埃及吗 像埃及的那样去呈现 埃及的本来面目吗 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回答 但至少现在我们陈述艺术史的时候 必须做出相应的努力 来得到明确的表达 在刚刚结束的西亚和罗马的陈述中 我们已经用形象学的方法论述了这两个部分 当然这些论述也只不过是一个纲理 从希腊的渊源延续下来的西方艺术史的传统 如果说它有一道渊源确实来自于埃及的话 但是这次的来源曾经历过一次本质的改造 从而由一个传统断掉 引出了另外一种文化的传统 首先我们要追问埃及的艺术观念 希腊艺术开始时非常明确地继承过埃及的一种方法 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把埃及作为希腊来源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有力的证据 埃及人具有一种测量的尺度 把人体的每个部分定量为一定的比例 用这个比例来建造雕像 也就是说一段一段地放 比如说一个手的长度 一个肘的长度 把这个一定的比例来建造雕像 在处理食材的过程中 埃及人将比例转化为一个一个的网格 一如一节手指表示一个网格的单位 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可以扩大为若干的单位 然后把这个网格画在石头上 然后由此来雕塑出立体的人像 因此埃及具有一个 以尺度来规范和建造艺术的一种方法 一种方式 希腊最早的雕塑艺术中间也存在这样的一套尺度 希腊人对它的运用 在每一个关键点上都非常明确 他们不只是要模仿埃及的技术和方法 而且要模仿埃及人的这种尺度的 利用尺度的方式和观念 但是埃及与希腊有一个重要的不同 希腊人意识到人是可以被测量的 而人的尺度是人自己可以意识到的 人的尺度是人作为万物的一个尺度 是人是万物之长这样的思想的体现 构成了希腊精神的根本 也构成了所谓科学的基础 但是埃及却是将尺度交付给天翼 埃及极为繁复的神奇系统 构筑了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埃及信念和埃及知识 对宇宙的一种人为的解释 解释的权威最后归结到法老本人 以及围绕他的那些既是行政的 统治集团的强烈的意志和编造 直接作用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尺度是按照这个信念和知识的混合体 制造和计算出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和机缘 就可以分析出每一个尺度单位 知识